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感謝天 感謝地 感謝命運 讓我們相遇 自從有了你 生命裡都是奇蹟 多少痛苦 多少歡笑 只成一片燦爛的記憶 感謝我 感謝你 感謝亮光 照射著大地 自從有了你 世界變得好美麗 一起漂泊 一起流浪 歲月裡全是罪人的甜蜜 海河湖是個藍鐵 我們肩並著肩手牽著手 海河湖是個藍鐵 我們肩並著肩手牽著手 類似什麼 both 非曾經 在哪製造聲ever 海河湖是個藍和藍 yor南 人名 Ved 感谢风 感谢雨 感谢阳光 照射着大地 自从有了你 世界变得好美丽 一起飘阔 一起流浪 岁月里只是贼人的甜蜜 海河湖湿河浪 结构梦的可怜 我们肩并着 肩手 肩着手 海河湖湿河浪 结构梦的可怜 我们肩并着 肩手 肩着手 手 肩着手 肩着手 海河湖湿河浪 结构梦的可怜 我们肩并着 肩手 肩着手 海河湖湿河浪 结构梦的可怜 我们肩并着 肩手 肩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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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卫 不要紧张 千万要把心情放轻松一点 要知道 我们以后的人生 恐怕就要在这种 追追逃逃的日子中度过了 大夫说 你的眼睛是受了刺激才是命的 所以我写的最害怕的 就是你再受刺激 黄阿玛为什么不肯放手 为什么一定要追杀我们呢 我们大家都死了 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 好了 不想这个问题了 想了只会让我们通心 不要难过 黄阿玛一直不肯放手 我们一直逃亡 要逃到哪一天为止呢 就算到了大理 他还是可以派人追到大理啊 什么地方 才是我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 我们这种生活也挺刺激的 我们就当着在玩官兵捉强盗 然后呢 玩得又精彩又刺激 这有什么不好 对啊对啊 我们大家振走一点 走一步算一步 也许闹到最后 皇上累了放弃了 那就是我们的运气了 对对对 虽然我们这样狼狈 被黄阿玛追上的伤痕累累 但是我的心里面 还是常常想着黄阿玛的好 难道 黄阿玛的心里 只记得我们的错 就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好吗 现在虽然格格们都不在 但我们把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让格格们一回来 看着就高兴 天气越来越冷了 不知道格格现在在哪里 是南边还是在北边 衣服会不会不够穿 他会不会着凉呢 格格上次就念到这一页 现在我还给他翻到这一页 如果回来了 格格就可以继续念了 是哪一页 就是一字簿这一页嘛 格格念了好久 都没有念到二字簿 皇上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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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万岁 万万岁 你们都起来吧 到处都冷冷清清的 这万岁万岁万万岁 也没什么意思 看来这生活是要有人共享的 否则生命就会像是一口枯井 枯井 谁说的话 我娘说等了一辈子 恨了一辈子 想了一辈子 怨了一辈子 可是仍然感激上苍 让他有这个可等可恨可想可怨的人 否则生命会像一口枯井 这一辈子 了无甚去 朕对子薇做了些什么 于和那样待朕 朕怎么会怀疑子薇的身世 但是几个乡下老太婆 就把朕心里的于和否决了 怪不得子薇说朕配不上于和呢 看样子 那几个乡下人大有可疑 皇上请喝茶 皇上 这泡茶的水 还是子薇格格夏天的时候 收集荷叶上的露珠 留下来的呢 子薇格格说 皇上最喜欢喝露水泡的茶了 子薇搜集的露水 是啊 那一阵每天清早 天日还没亮 就带着奴婢们一起去荷花池 搜集露珠了 等皇上来的时候 好泡茶给皇上喝 那是什么 回皇上 是桓朱格格的成语大权 是我阿克写的 桓朱格格正念到这一页 奴才们怕把夜门搞乱了 就这么贪着 用其写的成语大权 小燕子在念 他念到哪儿了 回皇上 好像念到一兵之猫 一兵之猫 是啊 是念到一字步了 念到一兵之猫的时候 一屋子的人 有武阿哥 紫薇格格 福大爷 还有金锁姑娘 都笑得嘻嘻哈哈的 差点滚到地上去 桓朱格格每次给我们念成语 都是这样 大家可开心了 大概只有小燕子 会把一丘之和 念成一兵之猫吧 天才 他真是个天才啊 杨凤 因为 大概是 非常危险的时候 杨就撞到石头缝里去了 老鹰很凶 就过来 围攻敌人 孩子们回来吧 朕实在想念你们啊 娘娘 八郎回来了 人呢 就在门外 要不要传她进来 哦 赶快传她进来 八郎扣见皇后娘娘 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哦 起来回话 追到他们几个没有 回娘娘 八郎带了手下 追到洛阳 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紫薇哥哥的眼睛 已经瞎了 什么 紫薇眼睛瞎了 是怎么瞎的 想着被一路追杀受伤了 奴才打听了消息 发现他们往襄阳的方向投影 就追了过去 在洛阳城外和他们大打了一场 他们之中有几个武艺非常高枪的人 在保护 奴才的手下伤了好几个 但是他们也没有受到什么便宜 福大人被砍了两刀 已经受了重伤 大概活不成了 五二个也被我们砍伤了 至于金锁那个丫头 听说已经掉落悬崖死掉了 好 奴才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动向 派人去军县卧底埋伏了 只要他们一到军县 我们就可以将他们全部解决 现在他们伤的伤 瞎的瞎 应该走不动了 也走不远了 奴才快马加鞭 先赶回来向娘娘禀告 也请示一下是不是还要继续追杀 娘娘 你不是要斩草除根吗 现在他们受伤的受伤 瞎的瞎 正是下手的好时机呀 如果你现在不忍心 以后恐怕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十二阿哥 奴才到处找不到你 怎么趴在窗子上 为什么不进门呢 你会会看孩子 这是玩的地方吗 你让十二阿哥趴窗户 万一有个闪失 你有几个脑子培呀 你好可怕 你要杀五二哥 你要杀紫薇姐姐和小燕姐姐 你还打我的奶娘 你好可怕 黄老娘 你不是说做人要心底光明 要孝顺父母 也爱兄弟姐妹 待人要宽厚 要仁慈吗 你派人去杀五阿哥 去杀紫薇姐姐和小燕姐姐 还砍伤了尔康哥哥和五阿哥 你好残忍 我要告诉黄马去 黄黄黄黄 赶快拦住他 十二阿哥请息怒 十二阿哥听错了 不是这么回事 可千万别误会啊 你花娘可没这个意思 你先下去 暂时不要做什么 听我的命令 这儿奴才遵命 走 走走走 快去 快去去 你先下去 是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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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黄小娘 你不知道 小燕姐姐和紫薇姐姐 对我有多好 别人不跟我玩 她们跟我玩 别人看见我就躲开 只要她们会对我笑 你为什么要杀她们 为什么 为什么 永洁 什么叫别人不跟你玩 别人躲着你 我不知道 大家都说黄娘好凶 看见我就假装看不见 只有紫薇姐姐和小燕姐姐 不会这样 居然有人看见你 假装看不见 小燕子她们跟你玩跟你笑 她们没有那么好的心 她是在骗你呢 什么骗我的 跟我玩就是跟我玩 跟我笑就是跟我笑 你要杀她们我都听见了 皇后娘 你这么狠心 我恨你 别恨我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现在连你都恨我 我还拼什么 逗什么 还跟别人争什么 我没想杀她们 你听错了 我是派人保护她们 想要杀她们的事 有皇阿玛 十二阿哥 你可千万不要去找皇阿玛 上次皇阿玛要杀两个姐姐的头 你也在场了 听得清清楚楚 对不对 两个姐姐好不容易逃出去了 如果皇阿玛知道她们在什么地方 一定会把她们抓回来 还要杀她们 你总不愿意两个姐姐被砍头吧 刚才 你在窗外啊 没听得很清楚 你可不能随便冤枉了阿娘了 那会害死阿娘的 知道吗 知道吗 是吗 你们不是在研究 怎么追杀五娃哥和小燕姐姐她们吗 不是说 紫薇姐姐瞎了吗 那只是听说啊 没有证实 我保证 不去杀她们 不去杀她们 你千万不要在外面胡说 相信你阿娘 好吗 好吗 你们他人是怎么一回事 说一个呀 做一个呀 我都不知道要相信谁 应该相信谁了 皇后 为十二阿哥留得应得吧 你看 她正在窗外看着你呢 十二阿哥真的在窗外看着你呢 她正在窗外看着你呢 她正在窗外看着你呢 在窗外看着我很 那些窗外啊 她是窗外看了 谁是窗外看些什么 那我带יתי Minnesota 那我终于到家 我和 zomben re an 没有看见真的什么可疑的 就在这儿落脚 我们是住客栈 很少百姓家住 住住客栈吧 反正只住一夜 不至于有什么危险 再说 所谓的眼睛才刚复一样 尔康的伤还没完全好 大家都需要好好休息 看着冒险 驾 那边有一群人好热闹 是在斗鸡吗 我去看看 不要去 有热闹看我怎么都不看呢 而且你看就懒不如 对对可以去啊 走走走 那我们一起去吧 走 那就一块去吧 再住店 你们先去吧 我马上送到马房里 然后再把行李送到贵台存进来 好 走 来来来来 大家快来看了 快来看了 快来看了啊 最优秀的表演 最玩命的动作 单手倒立 还要顶会儿呢 来来来 大家快来看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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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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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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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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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 太危险了 好 好 原来他也是这么长 好 也是不万一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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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 大家看了表演要给钱呢 不能让这小姑娘白白的卖命 对不对 我献给了 好 谢谢 加油 护肠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加油 加油 好 谢谢 好好 谢谢 是 好 死丫头 咱们又拆碎了 是不是诚心要拆你爹的台呀 小心我回去送上你 重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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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们重新来好不好 死丫头 你这儿诚心的 把碗拳摔光了 把客人都吓跑了 你怎么重来一遍 你还故意摔下来 你找死丫头 爹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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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瘦嘴门的爹 你女儿那么小 你必须做那么危险的表演 幸亏我们在这里 要不然不抱住她 她手上门摔下来 不受伤才怪呢 你把安安安慰她 还有笨子臭她 有没有良心 有没有安心啊 我管你我的女儿 关你什么事 你算什么东西 还敢教训老子 你虐待女儿 男小孩子生命开玩笑 我把你送到官府治罪 官府又怎么样 管天管地 管不了我拉屎方屁 管东管西 管不了我打儿打女 你们是哪里来的土匪 我管教我的女儿 关你们屁事 你就是无赖 让人人无可人 我最恨虐待孩子的人 嘴里还这么不干不敬的 不给你点教训 就不说社会上还有正义 有你这样的爹 你那女儿简直倒了十八辈子没 各位哥哥姐姐 快救救我吧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我爹 我爹穷就把我卖给他 他凶得不得了 每天不让我吃饭 还让我表演 演不好就打我 我怕 我怕 这个小姑娘是你女儿吗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反正是我花钱买的 她得给我表演 她得给我挣钱 你们管得着吗 快 我们就试试看 管得着管不着 这什么东西啊 这家路见不平 拔脚相助 你还敢不敢 欺负这个小姑娘 各位好汉 各位姑奶奶 饶了我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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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了 不敢了 这也不敢了 求求你们 不要走了 他还会打我 会狠狠地打我的 你看 他好爱喝酒 赚了钱就喝酒 喝醉了就打我 生意不好 也要打我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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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帮不了他 就会给他带来灾难的 如果我们都走了 谁知道他那个爹 会怎么虐待他呢 就算今天我们护着他 明天呢 后天呢 那你说怎么办 这个小姑娘 我们为你买了 你说吧 多少钱 买了 不行不行 她是我的宝贝 我的乖女儿 我不买 不买 你卖不买 卖不买 不卖 卖了 卖不卖了 多钱 五十两银子 我是五十两银子买来的 没有五十两银子 打死我也不卖 五十两银子 等他 我们大概连十两银子都没有了 那我不卖 他是我的金饭丸 卖了他我就没饭吃了 你们打死我吧 反正我不卖 我们大家把身上的钱集中 算算要多少 十二两银子卖不卖 门都没有 我再跟你说一遍 如果你不卖 我就挑掉你的手筋和脚筋 再挖掉你的眼珠 把你扔到护神河去喂鱼 到那个时候 不要说你的十二两银子捞不着 你的命都没有了 我绝不虚言恐吓 你卖不卖 卖卖卖 好 跟我去客栈立个字句 免得赖账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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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ity 请 慢慢吃哦 那个混账 愿意饿着肚子表演哪 你几天没吃东西了 我两天都没吃东西了 别说了 吃东西会胖的 胖了就不能再表演了 不给吃 所以我没力气 就摔下来了 谁有此理啊 我们还给他钱 我们应该把他抓回来 别让他饿几天再说 你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 叫丫头 这算什么名字啊 你亲生的爹也叫你丫头吗 我不知道我亲生的爹是谁 从小我就在去杂爽 被一个爹卖个另外一个爹 买来买去 不知道卖过多少回 我没有姓 也没有名字 不知道哪年生的 也不知道我今年几岁 没有爹没有娘 也没有名字 也没有姓 不知道自己是哪年生的 也不知道自己多大了 一直在小湖上流浪漫艺 怎么跟我这么像呢 柳红 你还是叫柳红 你把那小鸽子 让给她吧 从此以后啊 你有名字了 我给你个名字啊 我叫小燕子 那你就叫小鸽子 你是我们大家的小妹妹 小哥 你拜见各位哥哥姐姐 你别磕头了 那我赶快吃东西吧 太凉了就不好吃了 这个任哥哥姐姐啊 慢慢来也没有关系 快吃吧 来 来 来 我们先让她们三个好好睡一觉 我们先让她们三个好好睡一觉 明天再来研究吧 明天再来 好 好了 我們大家都上車了 你也可以上車了 我幫你上去啊 子維小燕子 我們大家要談一談 這可是個大問題啊 我們整天翻山越嶺 四處流浪 今天不知道明天住在哪兒 後面還有敵人窮追不捨 我們已經自顧不暇了 怎麼還能照顧一個小孩子呢 小哥的您在車上坐著 進去 坐著 那你們要把她怎麼樣呢 聽我說 昨天救她是義不容辭 可是要帶著她是絕對不行的 我們要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把她留下來 她沒有家沒有親人 要留給誰呢 我們就敏為其男帶她走吧 小燕子已經認了她當妹妹 她就是我們大家的妹妹了 就是就是 如果我們不把她帶走 把她丟在這兒 萬一她再被壞人弄回來 我去逼著她餓著肚子表演 怎麼辦呢 不行不行 我一定帶她走 小燕子 你要理智一點 現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時候 分析一下我們的狀況想一想 帶著她走 對她好嗎 對她安全嗎 我們都有實際的困難呢 如果後面沒有追兵啊 我一定贊成帶她走 可是我們要常常面對突如其來的打鬥啊 你想想看 那天我們遇到敵人的時候 我們被沖用四分五散 到現在金索和柳青還沒有歸隊呢 如果我們再被沖散了 誰來照顧她呢 而且這一路上動搗動槍的 萬一不小心讓她受傷了怎麼辦呢 我來保護她 你能保護自己就很不錯了 這樣吧 我們下一站改變路線去南陽 我在南陽有個好朋友姓赫 夫婦倆人也不錯 家境也挺好 只是人到中年還沒有半個子女 我們正好可以把小鴿子托付給他們 我保證赫家一定會把她 當自己孩子一樣愛的 等我們不需要逃亡的時候 安定下來的時候 再來接她 怎麼樣 反正你們三個已經計劃好了 就是不帶她走是不是 不是不帶她走 是帶不起她 那我如果一定要帶她走 你們預備怎麼辦呢 你又開始不講理了 大家都跟你分析過了 有困難嘛 你怎麼永遠這麼任性呢 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要顧全大家嘛 我就是要帶她走 我一定要帶她走 如果你不讓我帶她走 那我就跟她一起留下來 小哥哥 我們下車 忍不死你們小蛙走 他們大家都不要你了 所以你只好跟著我走 我們兩個長江湖去 我就不相信你 你你的表演 再加上我的表演 我們會活不下去 我們有福同享 永難同當 再見了 小燕子 你要這樣子嗎 大家在研究研究 生計解決不了問題啊 小燕子 趕快叫小燕子姐姐別生氣了 我們趕快上車 一面走 一面討論好不好 不好 我才不要討論呢 我知道 我們討論來討論去 就是我把她留下來 我就要把她帶走 不要討論了 你明知道我們不能 丟下你不管的嘛 你這樣矯情什麼意思啊 我矯情 你才自私才霸當呢 只管自己不管別人 什麼顧全她的安全 說得比唱得還好聽 你又嫌她是雷俊 她是我的 我帶她走還不行嗎 好了好了 不要吵了 我投降 就帶她一起走 不管是服是貨 反正我們在同一條船上 要沉一起沉 好了 不要生氣了 上車吧 小燕 還是你對我好 還是你了解我 你 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好 你們上車 該留下來的不是小哥的 是我 我走 有七 唉 唉 你冷靜一點好不好啊 救下小哥的世界好事 弄弄我們自己四分五裂 就太不值得了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 你現在不是知道裂痕的時候 無論如何要忍 換了是你 你也忍得住嗎 我坦白告訴你好了 我不管那個小姐 對我們有多少的恩惠 再這樣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會做什麼 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你現在夫妻一走 豈不是把機會攻守讓人嗎 你不記嗎 如果是我 我就看住小燕子 把她守得牢牢的 不讓任何人有可乘之機 一個和我走過大風大浪的女子 一個和我有山盟海事的女子 如果還要我去守 我寧願放棄 也許一個大丈夫的定義是 該放守的時候就放守 我這點驕傲還有啊 她如果把肖劍看得比我還重 我成全他們 小燕子 還不去把勇姬拉回來 她愛生氣 就讓她氣好了 燕子 大家上車吧 不要再耽搁了 萬一追兵追到怎麼辦 我再送各位一程 到了南陽 我把小鴿子安頓好 就和各位道別 驚 柳洪 你認識小燕子多年了 快七年了 那你認識她的時候 她還只有十二歲 是 和小鴿子差不多大吧 我自己也只有十五歲 我 小燕子和柳青是一塊兒長大的 說老實話 當初我還以為我哥會和小燕子在一塊兒 後來紫薇加入我們 我又以為我哥會和紫薇在一塊兒 結果 我哥卻和金紫在一塊兒了 我哥哥跟我說 世界上的事情不能強求 該你的跑不掉 不該你的也求不來 你還記得 小燕子當初怎麼會和你們在一起呢 記得 那年冬天好冷 我和五哥去街頭賣藝 掙了一點錢 在收攤的時候 小燕子搶了我們盤子裡的幾個銅板就跑 我哥哥把他捉了回來 發現他全身冷得發抖 好幾天都沒有吃東西了 剛剛從一個虐待他的主人家裡逃出來 無家可歸 他真的和小鴿子一樣 我和我哥就把他收留下來了 我們一直住在大雜院裡 他的那點拳腳功夫 也是跟大雜院的一位顧師傅寫的 顧師傅幾年前就去世了 小燕子的身世也是蠻可憐的 所以他看見小鴿子這個樣子 也就沒有辦法不管了 是啊 好可憐的小燕子 難為她 在這麼多苦難的折磨下 居然長成一個堅強樂觀的姑娘 風吹不打 雨打不打 像一朵熬霜花 更加離奇的是 他這樣的出身 居然當上了格格 僅僅了止婚 坐牢 砍頭 弄到今天這個帝國 真是曲曲折折 匪夷所思啊 這樣 O O 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好了 大家能够相聚的日子也没有几天了 能够在一起的时候还是珍惜一点的 一旦分手 再相逢就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 什么能够相续的日子没有几天了 谁要走啊 你还是决定要走 是不是 你爸不得要我走 是不是 可惜不是 是你的哥们要走 他要走 他为什么要走 什么意思啊 你真的吗 是 他说他只送我们到南亚 你干的好事 是你把他逼走的 那天我们在球车上 如果没有他及时出现 恐怕你们没有办法那么顺利把球车结成 他一路上一站一站地为我们安排 我们打架拼命 如果没有他 我们可能早就被科学龙子抓走了 还有紫薇 紫薇如果没有他 找这老板帮忙 可能现在还在妓院里面没有出来呢 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情 一点感激都没有 一点感动都没有 还要把他赶走 也太没有风度了吧 你放心好了 如果你这么舍不得他 你去把他留下来好了 我走就是了 你们两个是怎么一回事啊 一定要把一个好好的大家庭拆散吗 我们这样风雨同舟 共过这么多的患难 每一个人都是家里面的一员 许聚不许赛 怎么可以这样轻易地说分手呢 一个小鸽子 跟我们只有一天的相聚 我们都还舍不得他呢 何况萧贱 永齐 跟我们是多么深刻的关系啊 怎么可以一任性就说分手呢 看样子 你们男人比我们女人还小气 清修豁达一点不好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小气 说我不够豁达 就算我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事 为了装聋作哑是不是 你说的是什么话 什么是不该看到的事情啊 我功名正大 没有做一点头头摸摸的事情 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了 要是看不惯的话 尽快做好了 各位哥哥姐姐 你们不要再和我吵架了 我知道你们不方便带着我 所以你们把我放到哪里都没有关系 你们不要再生气了 停车 停车 我受不了了 要停车 等我们把自己为你解决了 我们再走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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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停车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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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说清楚 你说到了南洋 你就要走了 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管我们了 不要我们了 你不是说过吗 要跟我们拜靶子啊 有父同享 有难同当 你才念的一首 我根本就听不懂的诗 什么掉下地 就是兄弟 亲不亲都没关系 你说的那么好听 都是骗人的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大家总有一天要分手 早些分开也好 我还有自己的路要走呢 我才不管天下有什么不散的东西呢 你不要跟我转文了 你就老实告诉我 你走定了吗 除非还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如果我拼命留你呢 我拼命拼命留你呢 你们大家呢 要不要拼命拼命留他 小燕子 你要我好感动 好为难 我小剑带着一身血海深仇 浪迹天涯 四海为家 从不愿意自己被任何感情期盼住 自从认识你们大家 亲情 友情 就牢牢地捆住了我 要和你们大家说再见 我有许多许多不舍得 可是 没有可是了 小姐 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刷码 你答应过我的话吗 何况 落地为兄弟 何必捕肉亲呢 让我们这一群 没根没地没家的人 成为真正的兄弟姐妹吧 永齐 你说呢 小姐 亮出你的底牌吧 如果你是我们的兄弟 我会用我的生命来欢迎你 如果你是我们的敌人 你就不要戴着兄弟的面具来欺骗我们 经过了生生死死 风风雨雨 今天你让我亮出底牌 说出是敌是友 如果你的良知无法让你体会出我是敌是友 你们这些朋友我都白交了 既然被怀疑了 早散也是散 晚散也是散 各位珍重 肖剑去也 肖剑 要走就让我一起走 肖剑走 永齐 你带大家上车 往前走 我继续将近 马上赶回来 我继续将近 马上赶回来 梦里听到你的呼唤 梦里听到你的呼唤 要为我助爱的共强 一曲一曲 一闪一闪 诉说着地牢和天荒 一丝一丝 一缕一缕 诉说着地久和天长 梦里看到你的眼光 梦里看到你的眼光 闪耀着无尽的期望 梦里看到你的泪光 凝聚着无尽的痴狂 一曲一曲 一声一声 诉说着地牢和天荒 一丝一丝 一丝一缕一缕 诉说着地久和天长 天蒼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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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天泥河 你是娃娃 永久的天堂 梦里看到你的眼光 闪耀着无尽的期望 梦里看到你的泪光 凝聚着无尽的痴狂 一句一句 一声一声 就说着地牢和电话 一丝一丝一与 就说着地久和天长 天苍苍地茫茫 你是我永恒的阳光 山无论天泥河 你是我永久的天堂 天苍苍 天苍苍